《利潤市還好以來》 樓市的不好消息已經全部出來了 現在這些消息向發號 所以跟很多評論員的角度不同 認為樓市今年有大約10%升幅 我不敢說最少有10% 大約有8%、7% 但我估計升的機會比跌的機會大很多 因為真正的購買力 由國內包括專才 或者國內的學生的購買力很厲害 而且香港普通業主的借貸比率不高 要賣樓的需求不是那麼大 只不過去年突然嚇到買了樓 另外利息開始降低 這是很關鍵 我不是叫人買樓 我說最重要不是沒有必要情況下買了一層住住樓 這個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覺得這是正確的 那樓市就很難會跌 再調整一下 有兩個大方向 第一個大方向就是將現在的大資料稅全撤了 很多人說政府托市 實際沒有托市 只不過當日去打擊樓市 壓住樓市現在放寬 回復正常 第二呢 這個真的是托的了 我減飲稅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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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飲稅 你無論今天交他們都減飲稅 減飲稅 如果做到這個 很多國內人扣貨 香港人扣貨 都會爆出來買 自主 你現在可以去買 不過你未必買得到 因為你一定要買一些質素比較好的 自己住就不會把質素太差 因為當你要賣樓出去的時候 譬如有一天你需要有錢等之路 因為你太低層 你很難買得走 這關於質素的問題 如果你是投資是講價的問題 譬如你買一層樓 人家一千萬 但是它是二、三樓 可能800萬 可以的話 你不怕買 因為你的樓價貴 便宜了 你的租金購買得多便宜了 租客又不是很介意高低 因為他給不起錢 他都知道 我這個物業應該租兩萬 我現在給1萬七萬六租 但是省了三千元 我也不介意 我都可以租低層 所以你是投資 你可以考慮的價錢 以價為主 那邊以質為主 自資是以質 投資以價 會不會 自資訪